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日美牵头 其他芯片大国都会参与 那为什么在本国建立有效的安全供应 然后又提出合作进行下一代半导体的研究并进行量产 而且时间设定这么近 其实原因我觉得很简单 今天整个世界低于10纳米的半导体产能 90%集中在台湾 其实不难看出大家已经急了 是吧 而且呢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了几个不太好的信号 中国的其实人家不是很在意 因为那东西是个疯的 根本就全部做 那么有什么不太好的信号呢 比如说 手机 现在的销量明显的下降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大概是 全球手机出货量连续四个季度减少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可以讲过去的两年 在家办公的人比较多 那么对手机 对手机电脑 在家办公能够用得上的这些通讯产品 人们的需求增加了 但是现在你应该能看得到 实体的经济已经在恢复了 但紧接着 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出现的问题 加上西方动不动就封城 给经济采向了暂停舰 它拖累的是全球经济证数 美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 指标不好看了 但是大家知道今年面临这个中期选举 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的政治家们都在宣传 美国经济不会帅退 即便它已经出现了苗头 但是没有人承认 那其他的市场呢 各个板块其实更紧张 紧张到 很多人认为 通信内产品换代太快 咱手上能坚持用两天 这个对未来的希望值 咱也不是很高 能不能就先别换 所以这也是影响到全球 手机出货量的一个指标 中国的出口呢 也减少了百分之十几 那么全球各个地区的库存都在增加 大家原先应该知道 在非洲有很多国家 哪怕使用的手机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他们的市场很大 动不动就是一亿部手机 这种销量 中国有很多企业都已经一头炸过去 但现在你看到的东西好像 苗头不这么好 这跟经济衰退是有关系的 那么 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 人们因为对未来的预期不好 所以经常会造成不敢拥结 那么另外一个是必须要进行 下一代半导体研究的 研究开发的这个因素 就不仅仅是战争的风险 其实还有个因素是什么呢 全球在新科技的推广过程中 涉及到很多对新材料尤其是芯片 使用相对比较密集的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无人汽车 无人飞机 然后家用机器人 下一类的增长点 基本上都在这些方面 而且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它跟之前不太一样 之前我们知道所谓的互联网时代 新科技的爆发 它主要发生在美国 而更新一代的科技 涉及到这个人工智慧产业 不是都集中在美国 许多国家在基础研究的投资上 长达十年二十年 那么这一类的国家 老牌的帝国有好几个 所以美国在这一刻提出来 跟日本人去合作 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的经济增长 有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的东西 都在金融资本的 角逐范围之内 美国现在跟之前 我们经常谈到的英国一样 英国在失去殖民地以后 它其实把自己的经历 转变到这个金融领域 包括科技的开发 甚至包括更多的转型 那么这些转型的过程中 它牢牢的抓在手上的 就是一个专利 那可以说 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能靠吃劳本 那怎么办 就必须要在新材料 新科技上 投资要更多 如果你对你的投资产出的效益 不是觉得很放心 那么就联络更多的国家 进行捆绑式的开发 美国在军事科技上是这样 在涉及到这个 新型产业上 其实也是这样 你看到的都是半导体 但你未来看到的产品 它全是划时代的科技产品 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如同苹果之前的手机一样 到现在为止 苹果手机也好 电脑也好 它都掌握了 行业类的很大份额 而且 绝取走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下一阶段 如果每一个国家 都花大价钱来投资 那么谁将获益呢 在这一块 美国人突然发现 不能踏了这班车 要紧紧的抓住 很多基础投资 研究开发 比较深入的日本 共同进行下一代的研发 因为它看到的是未来 在很大一个层面上 老牌的这些帝国 为什么他们能持续保持辉煌 是有自己的眼光的 非常独到精准 而且 他们很沉稳的在走每一步 他们早就知道 全球的芯片生产 尤其是史拉梅以下的产能 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不安全 但他们当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因为那时候还能换下去 现在危险已经产生 那么这些国家做出的 这个策略性的调整 实际上从开始宣布 到最终完成 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应该来说 这是非常快的 更别说 美国刚刚通过的这个芯片方案 它其实在扶持芯片产业的过程中 有一个致命的约束 就是拿到联邦补贴的这些企业 是不能在多少年之内 加大跟中国的合作 包括在中国的新的投入 这些东西就是从长远角度上 遏制住了 中国能够不停的抄袭 盗窃知识产权的可能 因为你没有更贴近它的工厂 人们在平摊风险 而且没有忘记 在每一个科技的前沿 即将产生突破的地方 大家的眼光都非常精准地描向了它 并且有实际动作 并且有实际动作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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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